我們先來上最後一課 那我們今天最後一課要上的這個模型 它沒有前面幾節課那麼難 但是我們會講到一個 我們之前有提過一個關鍵字 但是後來我們就再也沒有 我們就跳過它了 有一個叫boosting的東西 我想你們大概都還記得說 隨機森林它比決策術來的 performance來的更好 那為什麼隨機森林 performance比決策術來的更好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發現 決策術它可能有一些很嚴格的切點 那隨機森林可以透過重複取樣的動作 讓這個切點比較模糊化 從而讓這個準確度變好 並且我們把它平均起來 準確度也真的有提升 那那個隨機森林 它用的方法叫begging 就是把很多個不同的 直接在一個sample裡面 我重複的去抽樣它 好那有一個東西叫boosting 那boosting到目前為止 你們應該是聽不懂什麼叫boosting 那我現在要講了 所謂boosting就是 所謂boosting就是 我現在 我begging就是 我第一個樣本跟第二個樣本 彼此之間是獨立的嘛 也就是說我抽完第一個樣本之後 第二個樣本長什麼樣子 跟第一個樣本它完全是獨立的 但是boosting的意思是 boosting這個提升的意思 這應該知道 boosting的意思是 我抽完第一個樣本 我建完第一個模型之後 結果來說我用第一個樣本 建了一個決策術 我第二個樣本啊 我建的第二個樣本 我是based on第一個樣本的結果 第一個模型的結果 然後我特別去強化 第一個模型預測不準的地方 那我怎麼樣去特別強化 第一個模型預測不準的地方呢 我們有很多種方法 一種是 第一個模型先做一個初步預測 那它可能會有一個殘差嘛 對不對 那我就 再對殘差進行預測 那就是 對我無法解釋的部分再解釋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另外一種方法是 如果我判錯的 就來說我發現 我現在做一個初步的這個模型的判讀 然後我發現 我好像特別 就來說我現在先分這個 我現在把所有人分男生女生好了 對不對 然後我一開始用 頭髮長度來辨認 然後發現我得到一個 還不錯的準確度 那 我下一步我發現 我的模型有一些缺陷 有一些有分不好 比如說我有一些長頭髮男生 短頭髮女生 我會分錯 那我下一步 我是不是可以特別針對 特別把長頭髮的男生 跟短頭髮女生抽出來 再好好讓模型學習一下 那你還有辨認什麼東西 那如果你有把這種概念放進去 那這就要 boosting boosting是 based on上個 model的結果 來進行 就是進行模型的擴展 這樣懂我意思嗎 boosting跟begging都是 多模型的集成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首先啊 我們一樣啊 就是先把樣本分成 我們一樣先把樣本分成 training validation跟test 那我們先執行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個 這個boosting的部分啊 這個我已經 我已經這個 講完它的基本概念了 那我現在要基於boosting 這樣的一個 一個想法 我要教你們最後一個 我就是我們這個學期 最後一個要教的 機器學習模型 叫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梯度提升機 這gradient 就是那個 我們在做梯度下降法 那個梯度 好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實際上 有一個 有一個競賽平台 叫kego 我想 大家已經接觸到 期末作業了嘛 對不對 你們應該 我看了我剛剛看了一下 已經有二十幾個人 二十六個人上去 上傳過他的答案 雖然就 其中可能有五六個人 他們好像上傳了 同一份檔案 不過我們就想說 算了這樣子 就是 是有這個現象沒有錯啦 我們好像有看到 不過就是 這樣的一個比賽形式 其實 就是一個非常常見的 資料科學競賽的形式 那有一些國際的比賽 他們會放在 kego的這個平台上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正常來講 大家在比資料科學競賽的時候 冠軍 或是前幾名 他們會有獎金的 前幾名會有獎金 那這個 就是 前幾名有獎金 那代價就是 你要跟大家分享 你是怎麼做到的 這樣知識才會進步嘛 對不對 那我跟大家講 那個前幾名在分享的時候 大部分 可能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他們提出來的算法 都是gradient 不是team machine 所以說 其實前面我們交了半天啊 我們最後一個最好的算法 可能是 可能搞不好就是這個 好不好等一下我們再來試一下 好那 有就是 gradient的boosting machine 他的邏輯啊 他是透過很多弱的模型 弱的模型 累加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強模型 什麼叫弱模型呢 其實隨機森林數就是 隨機森林 他比起決策數 他就是很多弱模型的組合 這樣懂嗎 弱模型意思是 我單一個模型的準確度 都沒有人家好 可是我合起來的準確度 就比人家好 弱模型的意思 這個樣子 那你說我可不可以組合 很多個強模型 不是不行 只是通常我們的經驗是 組織很多個 組合很多個強模型 performance 反而會比較差 因為強模型很容易overfitting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因為boosting 跟bagging 它的效果 它的原理是不一樣的 這個boosting啊 它是 預測不準的地方 我再強化 對不對 那bagging是 直接換個新樣本 所以比起 bagging 這個boosting啊 它用的模型 應該要更弱一點 或是它可以允許更弱的模型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gradient的boosting machine 它的原理 我們先把它寫成數學式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原理是什麼 它的原理是這個樣子 首先我們假設這個 F1 X 這個是 某一個機器學習模型 這個機器學習模型 你要把它當線性回歸也可以 或是它是一個決測數 它是support vector machine 都可以 總之就是 我們 注意件事情 我們首先 先建立第一個模型 那這個 F這個模型啊 它把X丟進去之後 它一定可以產生一個 就是它一定 預測之後會有殘差嘛 對不對 預測之後會有殘差 這可以理解吧 好 那你第一個殘差做出來之後 我們 因為這個殘差 就是我第一個模型 沒辦法解釋的部分 這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第一個模型 沒辦法解釋的部分 就是殘差 所以我就 用第二個模型 我第二個模型 其實是把第一個模型的殘差 當作Y 然後進行預測 那這樣子 可能又會 有一些預測的能力 那我是不是會產生第二個殘差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怎麼把這兩個式子合併呢 注意件事情 你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F1這個 那再加上這個 因為 這個東西 它等於這兩個相加嘛 所以我 我其實可以直接把這個 替換成這兩個 所以Y就等於F1X 加上F2X 然後再加 這個第二個殘差對吧 可以接受吧 可是你要注意件事情 因為你的T度提升機 你不 你 你擔心它學的太快 你擔心它學的太快 所以我們這裡會給一個參數 叫收縮率 這個ALTA是收縮率的意思 好 所以我們在 合併這兩個式子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給F2 乘上一個收縮率 那這樣子這個殘差會變 這個殘差會有一些 有一些變化嘛 對不對 這殘差會變大對不對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我的新模型 不要馬上的讓它過度擬合 讓它多花一些時間 再去F2X那個結果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不要讓它學的太快 這個收縮率 這個ALTA 它 有一些Paper也叫它Learning Rate 可是注意一下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的這個收縮率 這個ALTA這個參數 它的Learning Rate差超多的對不對 那個跟Gradient 就是跟那個T2下降法 它的Learning Rate 意思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其實叫收縮率 它有點像 就是它不要讓它學的快 學的慢嘛對不對 但它們其實差別很大 那我得到第二個式子以後 我得到一個整合式之後 我是不是有一個殘差 這個新的殘差嘛對不對 現在我還是沒有辦法預測得很好對不對 那沒有辦法預測得很好 我就根據這個殘差 建立第三個模型 那根據第三個殘差 建立這個模型之後 我是不是又可以把這兩式合併 那一樣 我這個東西想要乘上一個收縮率 所以它會變這個樣子 F2跟F3都乘上一個收縮率 那現在我是不是有第三個殘差 我再根據這個殘差去建立第四個模型 然後再把它乘上一個收縮率回來 所以我最後的式子 就會是F1X加上這個收縮率乘上F2X 加上收縮率乘上F3X 再加上收縮率乘上F4X 依此類推下去 假設我現在有50個弱模型 那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是不會收縮的 第一個是不收縮的 後面每一個都收縮 這樣可以吧 好 依此類推下去 所以它的準確度一定會越來越準 對不對 從一開始一定很不準 後來就慢慢的越來越準 這樣可以吧 所以它的概念確實是有點像學習率 有點像T度下降法的學習率 可是它們實際上的數學概念完全是不同 這樣可以吧 好 到這邊為止 有沒有人有問題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去解釋 Gradian Boosting Machine 應該沒有問題吧 總之就是 我下一個模型是去預測上個式子 預測不準確的地方 這樣可以吧 概念就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件事情 那我們把剛剛的弱模型 我們自己做一個 因為剛剛我們那個 我們之前做那個 隨機森林的時候 我們就試著把三棵樹 平均起來 我們就發現Performance提升了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樣的實驗 好不好 我們一樣用決測樹 那我們就用兩個 最大深度回2的決測樹 這樣這個模型是不是弱模型 這樣可以吧 這確實弱模型對吧 那我們就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著我們要怎麼做 好 收縮率是0.3 然後我希望我的第一個model 第一個model的時候 在第一個model的時候 我要預測的殘差 就是它自己本身 對不對 因為我現在什麼東西都還沒有辦法預測 這樣可以吧 然後 我產生一個model 然後 丟到這裡來 丟到這裡來之後勒 我們把我們的model 我們的model 這個 J就從第一個到第 現在有幾個model 我就幾個 然後 現在的y 如果 J.1的時候 predict y就等於現在的y else predict y就等於predict y predict y就是現在的y 對不對 再加上 elta乘語 現在的y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這一串語法寫法 你如果看不懂就算了 但是我要跟你講 前面 跟我前面這個邏輯是完全一樣的 好 我現在來做喔 然後它的recidue就會越來越小 對不對 它的recidue會越來越小 那它的recidue 就重新繼續用recidue來預測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現在 十個模型都做出來了 這十個模型我把它plot出來 第一個模型 長這個樣子 我現在是用 我現在是去預測 這個 假離子的濃度啊 就是 第一個 第一個model選到了 edge跟gender 這樣可以吧 那第二個model呢 你有沒有看到第二個model的預測值 它平均值大概都在0附近了 為什麼 因為它的殘差 這樣可以吧 第二個model選到的是QTC跟edge 第3個model呢 QTC跟ridden18跟ridden12 第4個model呢 QT 第5個model咧 第5個model沒有 什麼都沒有 那後面幾個model都是多的啦 好不好 就是因為它後面就再也沒有預測能力了 好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前幾個model 其實總共也才4個model嘛 對不對 我們把4個model加在一起看看 好前面4個model加在一起 我們來加看 好我們就把 這個model把它加過來 就是我們每一個predictor的結果 都等於 當前predictor的結果 加上elta乘上 那顆數位預測值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把它 我們把它預測出來 我們看一下correlation 好它的correlation是0.28 這樣可以吧 這是10顆弱的模型 而且你們如果仔細看的話 它只有前4顆在用對不對 它只用了前4顆 那它的模型 預測準確度是 0.28的correlation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同樣都是10顆樹 讓我們跟隨機森林來做比較 這個 如果做隨機森林的話 喔這邊應該 這邊應該要趕10啦 我們來做一下 我們趕10好了 好這裡趕10喔 注意我隨機森林我在做的時候 是不是隨機抽一份樣本上來 然後直接做 然後做出來的一顆樹 隨機森林比較簡單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用隨機森林來做做看 隨機森林比較好 好那這個 偶爾就是會發 不然我們把elta數字改一下好了 elta數字從0.3改0.1 這樣會用到比較多顆樹 好我們再來做一次 我們來看一下 0.28 0.28 好我們再看是隨機森林好了 隨機森林可能還是0.3 好這個 這個有時候誰比較好不一定 好不好這個 但是我想跟你們講的是 這個boosting這個概念 等一下我們可以用套件來做這個實驗 他可能會比較完整一點 但是我現在是用手 我現在是實際上直接把它做出來 讓你們知道說 這個就是 這個他們彼此之間 他們的差異在哪裡 一個是根據殘差不斷的做預測 另外是 直接做一顆樹 這樣可以吧 boosting跟backing都有這樣的差別 好那如果你了解了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之後 我們理解清楚 以後我們就知道 殘差可以拿做連續變相啊 可是類別變相我要怎麼做 我是不是沒辦法做 類別變相我沒辦法做 那類別變相我沒辦法做 我就可以修正每個樣本的權重 來當作殘差 什麼意思咧 我剛講了 比如說我要分辨男生跟女生 我第一開始用頭髮長度 我發現我做錯之後 我下一個樣本要抽出來的時候 我希望 我提升長頭髮男生跟短頭髮女生的權重 那這樣我抽上來的樣本 是不是就比較多是我剛剛判錯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把剛剛的這個式子 剛剛的這個式子 把它改成 我這個X是一個subsample 我重新抽個sample出來 這個subsample的權重是based on這個殘差 這個殘差越大 抽出來的機率就越高 殘差越小抽出來的機率就越低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把這樣的一個方法 這樣的方法 叫做極限梯度提升 極限梯度提升機 其實它就是多了一個極限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我們使用的套件叫XGBoost 這個就是極限梯度提升這個套件 那它的套件原理 它的套件的原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極限梯度提升機 但是我要跟你講的是說 我們在用每個套件的時候 它的input的資料格式是不是都不太一樣 這個是大家要記住的 所以說這個極限梯度提升機 它的資料格式 跟這個 就是它的資料格式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 就是 那個GLMNet差不多 都是吃矩陣 它沒有辦法吃那個 Data Thread這個格式 那這個 這個我給你們的語法都有 所以你們只要照貼那個語法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欸我們把X變成一個 Matrix之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拿來做預測 我們在這裡我們用的Alta 我們用的Alta是0.5 這樣可以 Alta0.5代表它會收縮的非常快 對不對 好那我們產生了XGB Fit 那我們直接來看看預測的結果怎麼樣 欸 準確度還蠻高對不對 比我們剛剛首科好多了 0.36 0.36 好那我們 我們這個用到Test的Data上咧 欸0.58 0.58 看起來還不錯 所以如果我要做XGBoost的話 欸我們 我們這個就是 我們 這樣應該會用了嘛 我們就是產生一個Data Train 然後我們給它一個這個Outcome Outcome就是 欸 Outcome在哪裡 喔 在這裡 就是這個 我們要先把它變成Train Data Matrix 然後我們要是用XGBD Matrix 把Data跟Label 把它放進去 那這樣我們才能拿來用 好那我們現在來 我們現在 應該 你應該知道很多超算數啦 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超算數是Alta Alta就是收縮率 收縮率理論上 呃 設的高 他學習的就很快 設的D他學的就比較慢 對不對 那Number of Round 就是幾顆樹的意思 這兩個 就顯然 這兩個超算數顯然就非常重要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超算數 叫做 Max Desk 就是 我的最大的樹的深度是多少 這個樹的深度越大 你的模型就越強 樹的深度越小 模型就越弱 這樣可以了解 好那 這個XGBoost 這個最有趣的地方是 我其實可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 training跟validation 變成兩個dataset 然後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來我把 我把這個 這個 這個 這裡感觸 就是我要讓他講話 我們來看一下 他 他怎麼做喔 你看到嗎 他在做的時候 他是不是說喔 我現在 我當下的 我當下在validation的 RMSE RMSE就是 呃 平方合之後再開根號 RMSE是平方合 平均平方合之後開根號 好那 原本是2.18 接下來變1.61 接下來變1.42 依此類推之後到這裡 到這裡 他是不是就不繼續往下 他變了往上 這代表發生什麼事了 過度擬合了對不對 因為我training data 他一定學得越來越好 可是我training data 他好像變差了 那我這裡有個參數 叫early stop 就是說 我如果連續10代 他都沒有辦法再往下 那我就要停止了 我就要強迫停止了 那我強迫停止的時候 這個XG Fit 他選到的model 就是第22個model 就是前22顆樹相加 這樣懂什麼意思吧 我這邊給大家做一個實驗 這個 如果我的elta 數字設的稍微小一點 只要設0.1 他學的就會比較慢 你看他學到了100 他都還沒有 他都還可以繼續學下去 對不對 那我們給他 那我們給他200 好不好 來這裡200 200代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到嗎 他停到133 而且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的 RMSE 至少在validation data RMSE 是比剛剛來的更好的 剛剛最好的只有1.27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這個超攤數很重要了吧 我這邊隨便調一下 我把這個 最大深度感3 最大深度感3 他的這個 他應該會更少帶 他應該更快就學會了 因為他模型變強了 我們再做一次 你看他是不是第85代就結束了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那我們直接來預測看看 看有沒有比較準 我們現在用的是這個 我們這個是我剛剛 隨便調了一下 我得到的結果 來我們看一下 在validation data上面 哇0.42超高的耶 跟剛剛比不知道高了多少 對不對 那我們再來跟 在test data上面看看 0.41 真的是很高耶 對不對 你們會發現這個model 這個model你在調參數的時候 肉眼可見的這個 這個performance的提升 對不對 所以你們知道 這個這節課 我們叫這個模型 有重要性了吧 這個 如果你們要 做這個 就是你們要做這個 期末作業的時候 這個模型 非常有可能就是你的首選 因為他有可能做 因為他看起來 好像隨便調兩個參數 得到的模型準確度就很好了 對不對 這個我已經給你們 非常大的提示啦 這個是 這個應該也沒有什麼 比這個更好的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這個極限T2提升機 它跟隨機森林一樣 它用的是 它用的是這個 決策術嘛 對不對 既然它用的是決策術 我是不是 也可以透過 跟隨機森林一樣的方式 去取得 它每一個 變數的重要性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我們可以用 XGB Importance 這個東西來得到 它的Information Game 這個Information Game 數字越大 就代表它 可能越早被 越早被那棵樹用到 之類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它print出來 這樣我們可以取得 每一個變數的重要性 好那我們 如果想要把它畫出來的話 可以用 XGB.Plot.Importance 把剛剛這個東西畫出來 我們會發現 最重要的變數是 Edge 接下來是QRSD 接下來是 T軸的 這個 那個走向 好這 這個意思是什麼 我們就不講了 好不好 因為你們現在 你們當然不可能知道 新電圖的這些參數是什麼 你們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XG 這個 就是XGBoost 這個套件 它預測的準 又可以得到 各個變相的重要性 這個SVM是沒有辦法知道 每個變相的重要性 對不對 因為它是把那個 把那個 呃 就是低微空間 打到高微空間去 它可能是 它是沒有辦法知道重要性 這樣可以吧 好 好 好那我們 就是既然我們現在 已經學到這裡了 我們要 我們剛剛是做 連續變相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請大家做 類別變相 因為我們今天 我們到最後的期末座位是 LVD嘛 對不對 是要預測這個 這個 左心式功能異常 所以 欸我們要做 我們 我們請你 試著 把它 用 這個 就是 我們要用 隨機森林 跟 SVM 還有XGBoost 三個Model 都來做LVD的預測 這一題 我會給你多一點的時間 我們今天這節課 這是我們這 這個學期最後一節課 也就只有這一個練習體了 那我一定要花一些時間 讓你們去 把這三個模型都做出來 因為這三個 因為這樣子你們 期末座位才會可能會做 這樣可以了解了 這個 我希望每個人都要做出來 好不好 那 一樣我們先把模型 把它 把 把Model分成 把Data分成 Training Validation 跟Test 然後請你 把三個Model的結果都做出來 如果你真的不會 你學到這裡都還是不會 請你貼後面的答案 這沒有關係 好不好 但是你要 你一定要親手貼過 好 那就這個樣子 我們給大家一些時間練習 就是 我剛剛發現就是 這個上次就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就是 這串語法 弄下去跑不動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出現在這個函數上面 這個像我用的R是舊版的 我用的R是舊版的 所以說 我是有這個函數的 可是 你們現在的這個函數 被換成這個 就是 R mice package 就有時候你們如果 找不到的話 你們要來看套件說明 可是這個 有學阿遠的課程的人 可能才會看 才知道怎麼找 你們的函數換成了這個名字了 就是complete點 mice 那你必須 意思就是 你必須把這 這個字 換成 complete點 mice 你必須 你必須換成這樣子 那你 你 你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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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語法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阿 好那你們 再給你們一些時間去做 好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聯絡方式阿 好不好 就是 這是 呃 這是我的網 我的網站是這個嘛 對不對 我來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網站拉到最下面 這裡就有我的 mail了好不好 所以請你把 如果要交心得 請你把這個東西交在這裡 我比較 我比較鼓勵是交這個 應該是說交你怎麼做到 你 你的這個排行榜 這個分數的 這樣好不好 就是我比較想要看到這個 那心得 那個是 那個分數一定會比較低一點 我比較想看的是 你怎麼去實現他的 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 這個 這一課 我們到底教了大家什麼 好 這個 第13課的練習二 你如果去複製的話 跟這裡就是完全一樣的 那這邊在做什麼 我再跟大家提示一次好了 就是我給隨機森林不同的參數 有沒有這個抽樣 要不要丟回去再抽 那SampleSize是多少 然後那個 他的這個NodeSize是多少 那最後我得到的 Aeroy Under Curve 他最後我得到Aeroy Under Curve 他最好的就是 這個 0.94 0.794 這其實也不錯了 這個Model其實也不錯了 好那我們 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我們用的就是 最好的 這個 Radio Basis 的這個 就是 Kernel Function 那我們 給他不同的Cost 跟Gamma去做測試 那我們最後 得到 最好的結果 我們最後得到最好的結果 就是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最後得到最好的結果 是這個 呃 0.793 好比剛剛稍差一點 對不對 所以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我們學了兩節課 其實也 好像Performance 也會怎麼樣 對不對 不過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我們學了那麼久 他 你應該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的擴展性非常強 他的重點是 你要如何設計好的Kernel Function 因為你Kernel Function 直接跟你的這個 就是 你的這個 這個 X跟Y的關係 是有關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 Support Vector Machine 他可擴展性很強 但是 你非常需要非常了解他 你才有辦法去操作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極限梯度提升機 好極限梯度提升機的話 一樣我們先產生一個 Result XGB 注意哦 現在 他的 最大深度 跟最 Alta 他有不同的組合 對不對 接著我的 Training Data 跟Rating Data 我把它放進來之後 我的 我的每一個Model 都是 最大深度 跟這個 他要填入 最大深度 Alta 跟他的這個 呃 就是 就這兩個參數 那我們把它 做完之後 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 XGB他最好 最好的Model TEL 居然有到0.8 所以他是不是蠻強的 好我想 這三個模型的比較 這三個模型的比較 就充分說明一個結果 就 這個XGBoost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模型 也就是說 你可能幾乎不需要知道什麼knowledge 你就把 Data丟給他 他出來的Performance就是這麼好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跟你們講 所以說 大部分的 這個 就是 資料科學競賽 你如果還不知道怎麼做 那你就是丟XGBoost 就好 那 這樣子的話 Performance通常會 最好 這樣子 好那我們這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前面那支語法 我覺得那都不是非常關鍵 這個大家可以回去慢慢學 那 我想這邊講的關鍵是說 就是 XGBoost 他真的是很好 那他Performance也真的是非常高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再提升他的準確度 呃 我們想到一種方法 叫 集成模型 好 我們現在集成模型 這是一個概念 這不是一個模型 這是一個概念 好我們想一下 我們現在學過哪些模型 我不知道你們還背不背的出來 線性判別分析 然後 KNN 然後這個樸素BAS分類器 對不對 然後這個 ElectricNet 然後那個 人工神經網路 多層感知機 這一系列的模型 然後 決策術 隨機生靈 The Perfect Machine 那最後 XGBoost 對吧 那這麼多個模型 呃 我們當然可以給他一個排名 就是 大部分的時候好像XGBoost好像比較好 可是我們是不是在 機器學習概論的第一堂課 就是在這個系列的第一堂課 我們就說啦 這個每一個模型 他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他的Performance可能不好 不一樣 那我們 那 我們 是不是都只能夠透過不斷的實驗 找出個最好的模型 好 那 這樣講是沒有錯了 可是啊 我們又發現 呃 在隨機生靈跟XGBoost 我們發現如果把不同模型的結果 把它加在一起 他Performance好像 會上升 所以說集成模型的意思就是 所以說集成模型的意思就是 我在這之前啊 我在這之前啊 我的不管是XGBoost還是RandomVoist 我們都只是把決策數加在一起 對不對 那既然集成模型就是把模型加在一起 這個想法這麼好 我們為什麼不要把Support Vector Machine 和這個ElexiNet加在一起 這樣Performance會不會也會上升啊 這想法是不是很不錯 那 從這個想法你就可以創造出無限的可能啊 因為你可以把好幾個模型把它加在一起 我們這裡先示範一個 就是 呃 我們這裡是把這個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把它的結果 把它畫在這個Test Set上面 它的Performance真的是很高啊 XGBoost它可以得到最佳結果是0.7737 這在Test Set上表現喔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你是把這一份檔案拿去 教我們的這個就是 教我們的那個就是比 就是比賽的那個 最終的Outcome的話 你會發現 欸你得到的分數是還不錯的 對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再做一些小小的改變好了 來 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實驗 我們要做什麼簡單的實驗呢 我們想要將原始資料的三個模型的預測結果 一起送給隨機森林做預測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好什麼意思咧 我們剛剛不是得到了一個 BEST的XGB的結果嗎 對不對 我們把它拿來做預測 我們得到一個BEST的XGBoost結果 這是我們最佳的預測 這個 我們最佳的這個XGBoost的這個 預測準確度喔 那我們把我們再拿到最佳的 最佳的 Random Forest的 預測的結果 好注意這一串是 最佳的那個Random Forest的預測結果 所以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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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GBoost的 輸出 這個是Random Forest的輸出 那我們再把SupportVectorMachine的輸出給拿到好了 好 這是SupportVectorMachine的輸出 好 這是SupportVectorMachine的輸出 那我們做什麼事情咧 你看我們做什麼事喔 我們本來的ValidationData 我們本來的ValidationData長成這個樣子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本來的ValidationData就是 GenderEdgeRate 然後這些 然後最後Rhythm1到Rhythm31 對不對 我們現在把這個ValidationData加上三個 特徵 這三個特徵分別是 Random Forest的預測值 SupportVectorMachine的預測值 跟 XGBoost的預測值 好 我直接跟你們講 我現在在做什麼 欸就 欸怎麼了 XVN XVN 它的預測值是 離那條線 左邊還右邊啊 的距離啊 負的就代表它是 Negative Sample啊 這個 Random Forest的預測值是 一個機率嘛對不對 那 XGBoost的預測值也是一個機率 應該也不是說機率啦 是多少顆樹指向 它說 它是Positive的吧 那SupportVectorMachine是 離那條線的距離啊 所以SupportVectorMachine是 負的 有正有負沒有錯 好 那 我想要跟你們講的是 你看我 我這個操作沒有非常難嘛對不對 我只是把 這三個Model的Predition 把它加回原本的Data 再進行一次Random Forest 我們來試一下 好 那注意一件事情啊 就是你把 你把這個 你如果 你如果在預測的時候 有加這三個Future 你在Test的時候 一定也要把這三個Future 加上去啦 也就是說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TestData 的Future 就會變多 就是多三個變相而已啦 這三個變相 是三個Model的 預測值 那我們產生一個 新的 Random Forest的Model 這是新的Random Forest的Model 我們來看一下Importance好了 欸 他的 蛤 少個R 喔 喔 這個少個R 好 你看 你看他的重要性 他一定優先使用這三個Model的 預測結果 這很正常 為什麼 因為這三個Model本來就很準啊 這三個Model的預測結果本來就很準啊 那他之後呢 他之後還會 還會再用一些其他的欸 對不對 你看 這個T軸的這個 這個 走向 他的貢獻度還比這個 SVM的貢獻度還要高了欸 對不對 所以 你有沒有發現他這個蠻合理 這個結果蠻合理的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要 做的事情就是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Model 在TestData上面 會不會讓他Performance提升嗎 好我們比較一下 好比較出來你發現 剛剛Random Forest最好的 在TestData上的成績是 0.77 SupportVertum Machine最好的也是0.77 稍好一點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最好的 其實你看在TestData上面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在Vertum Machine上面 是最好的預測結果 對不對 可能你仔細看 發現他在TestData上面 SupportVertum Machine反而好一點 所以這個 這個不見得啦 好不好這個不見得 但他們差別不大 可是你把三個Model的 結果加在一起 再丟給Random Forest 你發現他的Performance居然又上升了 這個實驗告訴我們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 如果你今天想要再進一步提升Performance 你可以 用不同的Model再把它合在一起 然後結長補短再去丟進Model裡面 這個 這個 這個事情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個事情 就是那個大學生可能不會有感覺 這個碩士生 你以後要去找工作的時候 你只要會這招 你就會比職訊班的人厲害了 因為職訊班你光把那個Model加在 你光把每一個Model調參數調在一起 那就已經 那就已經學得很累了 你只要 你只要會把不同Model的結果再組合 那你就會發現你調參數的範圍就無限了 你本來 SupportVertum Machine能調參數的那兩個 對不對 Gradient Boost Machine 你能調的參數就 就ETA跟MAXDEX對不對 那 Random Forest 就是樹的樹木嘛 就那幾個參數嘛 你現在可以把不同的 Model 預測結果再組合起來 再預測 那你調參數的範圍就無限了 那照道理講說 你能夠調出來的Model 應該會比人家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碩士生的 尤其是自費生 要去找工作的人 這一招一定要學會 這一招非常簡單 但一定要學會 那我要給大家看一下 來 這個期末報告在跟大家講 我前面已經講過了嘛 對不對 可是我想要給大家看一個 看一個這個 這個Caggle比賽 這個Caggle.com 這個網站 就是我剛剛講的 資料科學競賽平台 那我給你們用的是 學校 我自己我自己寫的一個網站 因為我不想要讓那些資料 放在Caggle上面 好Caggle這個平台 會提供非常多 國際比賽給大家玩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呃 舉例來說我現在找到這個 我現在找到這個比賽 他是這個 呃 這個超市 這個物流公司 他把自己的Data 他提供了2萬多筆Data 然後每一個Data 每一個 每一個物品 他都有 他都有93個Future 就可能高度啊寬度啊 重量啊 什麼這類的 然後跟 20萬個Data 20萬個產品 那他產品要做分類 好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你要再想一下 他 他可能是一個PC Home 你把他想個PC Home好了 PC Home 使用者要搜尋的時候 他是不是要說 喔這是3C產品 這個是 3C產品裡面的什麼東西 你們在搜尋的時候 是不是 會去做 在某一個分類之下去搜尋 你們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 這個 可是問題是如果有一個商家 他想要新放上的產品 那我怎麼知道他的分類是哪一個 搞不好有時候商家自己都不知道 他應該是在哪一個分類吧 對不對 所以 你可能需要一個 機器學習模型去幫助你 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 比賽就在做這件事情 你看Caggle的比賽啊 他這邊是有Price的 就是 第一名 Model的第一名可以得到5000塊美金 第二名可以得到3000 第三名得到2000 但是他的條件是 你需要把Model公開 好 那這個比賽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這個Timeline 這是 七年前 六七年前的一個比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名 第一名的成績 第一名 他分享了Model好了 來 這是第一名 就是 拿到5000塊美金的那個人 他分享他的Model 是長什麼樣子 他說 謝謝 謝謝舉辦這個比賽 這些都廢話 我們想看他的Model 他說 我的Solution 是用三層的 Learning Active 就是結構 就學習的結構 那我怎麼做呢 第一層 我用了33個Model Model 然後用他的Prediction 去做為一個 Future 就是特徵的這個集合 就是的整合 然後去讓第二層的Model去使用 然後同個時間我還用了8個額外的特徵 所以 一個Data 他本來93個特徵 經過第一層 第一層的Model意思是說 他過了33個Model的預測結果 然後把那33個Model 預測結果的Prediction 當作新的特徵 然後再加上8個他手工的這個特徵 進入第二層Model 那第二層Model 他用三個Model 去用這33加7 為什麼會加7我也不知道 他這邊名就8 他有時候會打錯字 好 那 用什麼 XGBoost Neural Network 就是多層感知機 跟Ada Boost 這個Model 我沒有教過你們 不過沒有差 反正這個 反正就是他又把這三個Model 然後去 這個去把它做完 然後把這三個的結果 用一個特殊的Wait 就是 XGBoost的Model 乘上某個數字 加上 NN的Predict 乘上某個數字 加上Ada Boost 乘上某個數字 然後去把它加在一起 當作最終的輸出 我們來看一下 他第一層用了多少的Model Model 1 Random Forest 直接做 Random Forest的結果 Dataset是直接用X去做 第二個Model Logist Regulation的結果 然後是用 他的Data是X加1 取Log 之後再去做 預測 第三個Model 這個什麼 Extratrix ClassFighter 那 一樣他這麼做 第四個Model 這個 這個 K淨靈的這個分類器 第五個 這邊是不是有好幾個Model 你看 圖素貝爾斯 然後有的沒 欸 下面這邊 你說怎麼可能有33個Model 來你看原來這邊還有什麼 來 KNN 然後用 兩個鄰居 用4個鄰居 用8個鄰居 用16個鄰居 用32個鄰居 好 這麼多個Model 產生完了之後他手工的特徵在這裡 這樣懂得有意思嗎 這個概念是不是很像我剛剛做的那件事情 只是我剛剛只有做三個Model 但他做了33個Model 但是其實你看 這些大部分的Model XGBoost KNN XGBoost 這邊有好幾個 其實是我教過的對不對 然後他把這些特徵弄完之後 他又做了一些手工的特徵 就來說這個鄰居的這個距離啊 然後什麼之類的 好 然後接著他第二層的Model 他做三個Model XGBoost NN跟AdaBoost 對不對 然後第三層的Model 他把XGBoost的結果 做0.65次方 再加上NN的結果 做0.35次方 然後加起來之後 乘0.85 再加上0.15 乘上 這個ET 就是這個 這個 另外 就是他直接把那個 他直接把這個 前面的那個結果做平均 好 你們發現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結果 他最後 他得到了最好的成績 因為我們發現要做一個第一名 這個複雜度其實也是蠻高的 這樣可以吧 好我跟你們講 我這樣給你們提示已經夠多了 我希望你們期末作為 如果你們想要衝擊很好成績啊 你們可以試著用這些方法去強化那個模型 好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我們的這個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這個 就是如果你們上我的網站 我現在按上頁好了 你們這裡應該可以找到 醫療人工智慧實作 這個課程嗎 對不對 這是我下學期要開給碩士班的課程 這是給碩士班的課了 他的第一課 左心事 功能 那個 左心事功能障礙分類挑戰 你點進1 我們其實就是用同一個挑戰的題目 所以在這裡 他其實是有這個 基本的語法 那基本的語法 如果你使用極限梯度提升機 你完全從這裡貼到 這裡 你從 第一行貼到這一行 你得到的成績 就會是在這裡 Bestline的成績 現在Bestline的成績在這裡 Bestline成績在哪裡 Bestline成績在這裡 他還可以排個第23名 我看你看前面這邊有好多人 這邊好多人都是同樣的分數 而且我跟你們講一下 open leaderboard 是我之前有講過 其實20%的 data去產生open leaderboard 我的帳號可以看到private leaderboard 那private leaderboard 是其他80%的data 那我會把這兩個結果平均 然後當作你們最終的分數 好 舉例來說 我可以你們在這排行榜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20號是誰啊 20號要不要舉個手 20號怎麼這麼優秀 哎呀你看 你看這位同學他現在是冠軍啊 他做了20次 我不知道他做了什麼事啊 但是我相信絕對不會是用 XGBoost這麼簡單的東西啦 好不好 那個我們也不要求他分享 你寫給我好不好 你寫的這麼棒你寫給我 好那你看這個 你們如果想要讓你們成績提升啊 你們最好的方式就是 像我剛剛講那個方式 你們把所有你們學過的東西 盡可能的用上 你們performance一定會提升 你們到底學了多少東西 我幫大家複習一下好不好 第一個 多重插補法進行資料插補 來注意哦 在baselite 你如果直接貼這裡的這個模型 我用的是平均值來做插補哦 所以用平均值和多重插補法來做插補 多重插補法的結果一定比較好 而且你不見得只要插補出一個資料集哦 你可以插補出M個資料集 在做結果的平均嘛 對不對 那第二個 你一定是要幫樣本分訓練驗證跟測試 其中訓練跟驗證組是可以合併的 可以用K倍交叉驗證 這樣可以了解吧 第三個是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篩選變相 篩選變相就是我們剛剛變相很多嘛 有時候我們要捨去一些 他只會干擾我們的變相啊 你可以用一些方式去篩選 那你可以篩選樣本 有時候你不要以為在training data裡面 每個樣本都是正確的哦 搞不好有一些樣本 你放進去他只會干擾你而已 你可以把它刪掉 但test data 那個test set 是不能刪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但是training set 是可以刪的哦 有一些樣本搞不好他就單純的是Key錯啦 這樣對不對 好 接著 你可以用N個算法進行分析 我們隨便學過的機器學區算法 就有8種 這邊我總共有8種 對不對 每一個模型都有一堆參數給你調整 所以你可以產生 你要產生40個 model 的 prediction 這也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情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最後 如果這個 在不同套件使用多 如果你會發現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model他可以有不同套件可以做到 比如說像random forest 還有那個 decision tree 他好像有不同的套件 我至少要交到兩個套件 可以做出一樣的事情 只是結果不同 對不對 你們可以用不同的套件 做同個模型 他結果可能也會不太一樣 然後你把這麼多個模型統合出後 你應該可以得到一個最終預測結果 你們學到多少東西 你們寫出來 你們寫給我的東西 你們學到多少東西 我一定是看得出來的 好不好 你們可以看到 如果是一個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這個做法 你就是 read data進來 然後用平均值插補 然後做極限T度提升機 然後把結果輸出出去 那這樣子得到的成績 跟你們做這麼多複雜的東西 得到成績 也許最後預測出來的結果 他準確度只會差1%或2% 但是 為了那1%或2% 背後的這個知識量 那是不一樣的 好不好 所以我們的成績 Bestline就是 其實你直接量複製貼上 你只要有一些基本能力 你就可以拿到Bestline Bestline在哪裡 Bestline的0.87分了 87分了對不對 這樣四捨五入會88分 那如果很認真的話 其實你看你其實還高一點對吧 可是重點不是高那一點 重點是 我們這個重點是我們 到時候如果你還想進一步 提升你的分數的話 你應該要去把這個 就是把這個你的 施作過程寫下來 不要寫太複雜好不好 你不要把你的語法全部貼給我 寫得精簡一點好不好 最多就交兩頁 我只想看兩頁 人太多 我只想看兩頁 好 那這個 那你就可以得到 比較好的這個成果 那我們下一節課 我們下一節課這個樣子 下一節課 那個 你如果不想來就不要來 下一節課我們也沒有東西要給你們上 我們下一節課就在這裡 那如果啊我會我會來了好不好 如果你想要分享你的成果 對不對 那我們我們就我們就看一下 你要不要分享 那有分享的我們就直接講 就是你有分享的 我們就先加十分了好不好 你下一節課願意分享就加十分 那你心得也不用交了 因為十分就滿分啊 你只要願意講我們就加分好不好 但是願意講的就是 你是這邊有一群人嗎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這邊有一群人 完全一樣了嗎 對不對 你們如果有人上來 你們如果上來全部都一樣的 呃我會考你們怎麼做的哦 好不好 你們是複製別人檔案 還是你們是真的自己做出來的 那這個應該還是有一點差別的 好不好 你願意分享就加十分啊 但是那個分享的 你們不能說你們分享就是 做這樣的事情了好不好 貼語法不叫分享 分享是有自己的input進去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就 我們就這個樣子了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了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呃機器學習的課程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那你一定要有注意到機器學習的課程 我們做的都是數值預測對不對 有就是說 你要做預測之前 你首先要先把目標參數化 我們有做到影像預測嗎 沒有 我們有做到聲音預測 文字預測嗎 沒有 因為這個東西需要深度學習才有辦法做 那所以一樣就是我剛講的就是 如果你想要上深度學習的課程等一下留下來 那深度學習的課程會教你怎麼樣去預測圖片 如果你想要做一個用胸部X光判斷是不是COVID-19的病人 這樣的一個模型 你需要上深度學習的課程 那他的這個 我們的課程大概就是基本上要上到這裡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可能一開始沒有跟大家講清楚我們教學目標 這堂課的教學目標其實對大部分人來講 我們認為能夠聽懂大概30%或40%那就不錯了 重點是你要會做那個套件的操作 那那些數學原理啊 你現在聽不懂沒有關係 最後某一天你就會聽懂 這樣子 那這個 我們大概就是目標就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聽的不是非常懂 那你非常恐懼 那這次沒有必要 因為這個是正常 某一天你就會聽懂 那我們這時間就是有限 所以我會教的比較多這樣 好那這個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好不好 好 好 好